张一珊不喜欢刘浩然吗?两人此下没少聚会 张一珊和刘浩然因为参加了高能少年团也是成为好友,两人都是如今演技最被称赞的青年男演员,最近有网友爆出了张一珊不喜欢刘浩然,这又是一种好友。 那是怎么回事呢?小编带你来了解一下。 凭借着多位人气小鲜肉加盟的高能少年团虽然反响并不佳,但是还是保持着较高的熟识率和超高的关注度。 其实综艺真人秀最大的卖点并不是节目的游戏环节而是队员们的撕逼。 王大陆评论起其他成员也是头头是道,王俊凯很有礼貌很孝心收派得罪哥哥们,董子健很可爱很有才华,张一珊平时挺有意思但是太爱叨叨叨了,刘浩然虽然蛮聪明但是仗着各自高总是爱装老大。 8岁出道的张一珊,按照年龄算来也在娱乐圈摸牌滚打快20年了,绝对称得上是老戏骨,于醉里精湛的演技,也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好评,还收获了30亿的点击量,小编也想请老理主家张一珊,收下小编的膝盖。 不光是小编,就在快乐大本营上谢娜也说自己是张一珊的粉丝。 和张一珊在《家有儿女》里一同出道的小雪杨子,也是捆绑营销。 两人自正式回归演艺圈之后,绯闻《漫天飞》,就在杨子公开承认男友后,网上才流传出有一种友谊叫杨子——张一珊。 2016年张一珊算得上是名利双收,2017年老戏骨也开始骨干销售,正式走入真人秀的套路,期待搞笑已能大爆发。 跟张一珊比起来,刘浩然绝对是胶原蛋白板鲜肉一枚。 从北京爱情故事开始,当时未成年的刘浩然就和欧阳娜娜传出绯闻,虽然两人如果在一起就算是造恋,但是还有不少网友期待高颜值、高胶原蛋白的两人组成CP。 张一珊跟王俊凯刘浩然在综艺里变熟悉,熟悉之后,这几个高能少年团的小伙子们私底下嘻嘻哈哈没少聚会,上次王大陆接受猫眼采访的时候还爆料,是王俊凯主动邀约想去网吧吃鸡的,看来男孩子还是离不开游戏啊。 张一珊最近的电视剧《七个我》颇首关注,张一珊作为一个北京纯爷们,在剧中扮演了女孩子莫笑纳,其竹追星时候各种少女的模样引发观众爆笑,张一珊的花式比心更是惹了网友争相模仿挑战。 谈到女装,这时候张一珊就开始怂了,表示自己的女装比不过王俊凯和刘浩然,我肯定不是最美的,但我可以往可爱那个方向努力。 !